哈囉 各位單車時代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台中州一個很特別的攤位 Monkey Link的現場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後燈 但後燈有什麼旋奇之處呢 來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嗎 它這個是用磁力去吸附它整個後座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電動車 所以說它本身就有供電 那它只要吸上去的話 它後面有個接頭就可以讓整個電源流到後燈來 那拔的話也很快 就是後面有個小小的卡榫把它移走 所以說這個東西 就是有點像 有點取代於過去常用的那個燈座 一般燈座都是要卡 有個卡榫比較麻煩 但它Monkey Link用的是磁鐵的裝置 那因應電動車 所以它後面有一些這個接頭的部分 電騎接頭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立刻吸上去 然後立刻拿下來 非常方便的東西 那包含像它有一個土櫥 也是有燈 那可以看到其實就是非常快速就能夠安裝 那一樣也很快就可以把它拿下來 那算是一個蠻有創意的發明 那像水壺架的部分也是一樣用磁裂方式 那有些車架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空間的限制 可能沒辦法這樣子拔 所以它用這個方式 對那放的話也是非常快速 都是用磁鐵 所以這算是一個比較特殊 一個拿取水壺跟安裝水壺的方式 應該未來也會有看到許多人 會嘗試這種新的方式 那就是最好的 第二次的方式 就是雙手 就是最好的 感谢观看